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這個蜂蜂跳找老鼠都有 這個是非常誇張的一個東西 全部它的垃圾 垃圾帶你看有錯過的煙啊 或者是一些回收物品 全部都留在這邊 也不去清理也不去整理 垃圾堆的像座小山 不說還以為是在垃圾場 但這裡是位在台北市萬華的社區大樓 觀眾看的就覺得有味道 住在這的居民已經忍了兩年 瞎會想整理還得問過他 這麼阿拔的惡鄰居就是他 住戶說這個邱小姐六七年前開始撿回收 但後來連垃圾都撿 公共區域全變成他個人的 堆得蟑螂老鼠到處跑 由住戶只好拿布塞緊門縫先擋著用 但終究不是長久之際 管委會基本上他這個沒有公權單位進行勸導 也有住戶去1999反應 想不到找管委會沒用 看不下去的住戶要自己動手整理 卻也不行 這裡明明就是公共的空間 但是儘管出去告訴大家說 不要動這些東西 這些是七樓住戶的私人物品 所以我們不該動動會被告 就怕人禍上升 住戶再找各單位申訴 但消防局說沒擋住消防栓 關報局說這算私人空間 他們無法管 見管處開的四張法單 共70多萬 但這邱小姐一樣不理 住戶實在沒轍 與垃圾為0的惡夢 住戶只希望能趕快結束 突發中心 報導 超額 歐盡在大樓水塔洗澡便利 住戶今喝髒水一年 真是太噁心了 台中零姓男子 一年來被住家公用水塔洗澡 甚至小便 讓鄰居一年來喝下超額髒水 一切的動機 竟然只為了報復 不可以啦 不可以這樣啦 不可以怎樣 用你的水塔 你怎麼開始 你喝那個水 這個感覺怎麼樣 就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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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發地點就在台中這棟大樓 住在七樓的零姓男子 他原本讓中華電信在住家裝設基地台 藉此每月收取一萬兩千元租金 但大樓住戶得之後 召開管委會決議移除基地台 零姓男子不滿租金損失 從前年六月開始 每月定期爬到頂樓公用水塔 不只在水塔裡洗澡 甚至便利在水塔裡泄憤 住戶全喝到了她的排泄物 直到有住戶發現水塔一直臭臭的 請管委會調閱監視器畫面 發現她在水塔洗澡便利 水很臭啊 查不出原因 到時候發現原來她在裡面那個 水瓦是說我買的 喝不喝 我沒喝啦 要喝一口還是喝一口 住戶器的找警方上門 靈南竟囂張說 沒把他們堵死算不錯了 總共有幾家基地台 一二三十幾 我只有我家 我本來有三十幾萬 那個機械副分在我棋樓裡面 他說那個錢大家都可以分啊 我一年就損失三十幾萬 我就反正就心情不好處 然後他說 我就去頂了 那個頂了 公共用水洗澡啊 靈南當案簡稱 只是洗澡順便小便 且稀釋過的尿液對人體無害 由於水塔的水送驗後 安器超過標準值 真實水源被污染 法官審理認定 靈南為了報復鄰居 在水塔洗澡便利 長達一年 讓鄰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勿引被他尿液污染的水源 且靈南始終否認犯刑 態度不佳 以妨害公眾飲水罪 判他一年八月徒刑 東新聞台中報導 《入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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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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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新闻